我对连线发起的签名活动啊 一直很关注 我看到从特区政府官员 立法会议员 政团社团骨干 到基层劳工 青年学生 少数注意 都在踊跃参加 如果说 在前几日 一百场的座堂和走访中 我们听到了 贯彻人大决定的积极建言 那么在这一次 两百三十八万 联署签名中 我们车 看到了 支持人大决定的广泛共识 中联办啊 会把这厚重的民意 尽快地 转报 全国人大 常委会 这一次签名活动啊 这一次签名活动啊 展现了 湘江指办的浩然正气 透过这一落落的签名写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 广大市民 对中央 对中央 及时拨乱反正的 中心拥护 感受到了 各行各业 对黑豹 南朝的深恶痛绝 感受到了 香港社会 反对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的 坚强决心 正可谓啊 民意浩荡 不可阻挡 下一周 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审议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订草案 香港本地 也要进行配套立法 不知不扣地 贯彻全国人大军令 是特区政府 立法机关 和香港社会的 共同责任 只要大家都能维护 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的 整体根本和残忍力 团结起来 向前看 香港 就一定能够迎来 长期繁荣稳定的 官民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